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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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小學畢業之後 沒有辦法再繼續升學 我那時候最傷心 人家背書包我就掉眼淚 我就想我就沒有讓環境包包走了 當妳答應我都沒有讓我讀書 各位好 歡迎來到大愛會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加油蠻子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我們的本尊蠻子師姐 全球共生大家好 主持人好 今天第三集 我想要來請我們的蠻子師姐 陪著我們一起回顧小時候好不好 小時候您是住在台北的士林 對不對 私底下跟士姑聊的時候 他講到一個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士姑小時候會去打打小工 尤其是當你那個附魔眼出院了之後 就暫時沒有去讀書 是 不想去 然後就會做做靈工啊 賺賺錢啊 你有跟我提到一個我想要來請你跟我們分享 士林造紙廠 據說士林造紙廠當時候可能有一些活 你們會有機會去參與到喔 他是做什麼樣的事情 哥哥一直在那裡做事嘛 哥哥在那邊做事 那你會去做些什麼 那我知道那個要請林工 就是他有一些紙會丟到那個叫做焚 它不是焚化爐 而是熔爐啦 熔爐啦 他裡頭所以說都有鹽酸什麼 要把紙漿打紙漿的一個爐 了解 了解 另外呢 媽媽在菜市場賣菜 是 每天嘛 對 對不對 那個菜市場 那個人賠還是說自己有種 自己有種 沒有種 我們住的世界 自己沒有地方種 所以就想要去拼 拼來就開始賣 早一點會跟他一起去 那萬一我就 差不多都會陪著他去 所以要去市場賣菜不簡單 要叫賣 你會嗎 好像學就會 你知道我們去募款的時候 本來不敢喊 後來就很順口 很順 順了就好對不對 但是媽媽啊 因為是在爸爸往生之後 才開始出來做生意 所以對他來講 凡事都是也從頭學起 媽媽的個性是一個比較安靜的 還是也是會跟人家結緣的一個人 媽媽在我的想像中 她真的是 我不知道她也裹小腳 她太粗重真的也不容易 可是她為了這趟這個家 她就去菜市場去批菜去賣菜 那賣菜我看了眼裡 我不是怎麼覺得媽媽也需要幫忙 我正好拍到忙這樣完了 我就很自然地去跟她一起去 那一起去看看 在那地方做事 好像昨天又說大家 媽媽也算一個很溫和的人 她很溫和的人 她不給人家大聲的 我們也沒給她罵過 她整個我讓她惹聲 撲到撲後 這樣兩句話 她也不會說 有人跟人家講什麼 沒有沒有 媽媽真的也是非常溫馨 因為你提到媽媽有裹小腳 其實在出價前 真的也是大家閨秀 是 她腳要這樣大 我只一個手掌而已 可是她去市場買菜 還是要瞪著那個三寸鞋嗎 還是她有 沒有 她沒有關得很 已經又拆開了 她有拆開 如果我的小姨這樣 她有關過 她不是這樣一個腳 所以後來因為要做 要賣菜的關係 就沒有再產了 沒有 已經她結婚 可能不曉得多久就拆掉了 就拆掉了 了解了解 所以你這樣子 不管去做些工 或者是賣菜 還有你也曾經跟我們聊過說 會去幫人家包橘子 對不對 包橘子就在我們家外頭 那有人就好像去拿過來 拿大家來包一項多 一項多 因為要收腳快 懂 可是我們也知道 那個時候 因為你沒有跟得上學校的 這個學業進度 然後呢 就是做這些事 會不會坐著坐著 真的就是 離學校越來越遠 越來越不想回去念 會喔 會喔 所以 忘記我還要讀書 忘記你還要讀書 所以家人也 家裡也沒有人提醒你 沒有 都沒有 沒有 所以媽媽對於教育的觀念的話 會去覺得說 反正家裡就是這樣子 如果女孩子 你也可以去學習做生意什麼 她倒是原本是要讓你順順這樣走 是不是 有啦 媽媽說開始讀書 你如果不要去讀書了 我如果好 我會睡 我就會這樣賴脱了 賴皮喔 對 後來是因為哥哥 學校逼緊了 你一定要受國民教育 對 把我調回去了 走 她心不甘情不願的 心不甘情不願的 而且這個過程當中 你們家曾經那個 客廳租給人家做裁縫 是不是 所以那個裁縫師傅 你也曾經幫她做一些什麼事 縫這個布邊 縫扣子 甚至是正好 很流行那個 毛女的洋裝 洋裝就用絲絨布捆花 可是我再訂那亮片 我都會做耶 你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小時候生活苦 我們也曾經在前兩天 有跟您請教 你有一度覺得 其實你很好命嗎 媽媽 哥哥 姐姐 怎麼苦 好像都沒有讓你知道 那你的苦是從哪兒來啊 讀書苦 沒有在書讀 我真的 那時候只是看到 小學畢業之後 我沒有辦法再繼續升學 我那時候最傷心 那時候最傷心 傷心會怎麼樣 哭給媽媽看嗎 沒有耶 看人家背書包 我就掉眼淚 真的喔 我就沒有那種環境 抱抱走了 妳答應我都沒有讓我讀書 我講一下我還有的 懂 所以你一直覺得 想讀書沒有書可以讀 對你來講是一個遺憾 對不對 所以孩子我讓他們書讀好就好 真的書讀好 尤其那一環境 你看他們要考試啊 要去要做什麼 我都是我在注意的 先生做他的事情 其實那個爸爸也很好當耶 他不管孩子都做好爸爸了 對 了解 妳是掩護慈母 我們是很掩母慈父耶 您比較掩護 真的我掩護 我會編耶 因為妳自己知道說 我因為環境的關係 沒有念到書 提到念書還會眼眶紅 不過我覺得妳很好學的感覺 尤其是當妳又重拾讀書的樂趣之後 但是因為年紀也大了 或者是後來因緣際會 我們未來會看到妳的工作 妳後來有再去給自己 什麼樣子學習的管道嗎 對 我也一直想在語文上 尤其妳做服務業嘛 那語文上我覺得很重要 那我也看了 所以孩子 整個暑假雖然沒有去補習 以前沒有實行這麼多的補習 我說好妳那個作業部 我們不是也能換本嗎 妳在今天寫幾頁 不會看後輩的講解 她們乖乖的聽話 也這樣子 大家都不錯 也上個孩子 當然啦 有人是讀前世的書 我生的孩子都還不錯 我會讀書 孩子也書也讀得不錯 那甚至我當易德媽媽 我沒有留級的學生 很奇怪 我們沒有教她 這是所謂磁場的接應吧 所以妳剛剛提到的念書這件事情 因為環境的關係 讓妳好像覺得有點小小的遺憾 不過後續的話 我們也會發現妳 其實就是因為對很多事情 從剛剛我們頂到 不管妳去做什麼工 也許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然後人家叫妳做什麼 妳就做什麼 可是妳都很願意去嘗試跟接觸 所以未來可能 包括了 進入到社會開始工作 妳都是一直保持著那一種 學習的心情對不對 沒錯 有 有沒有把這樣子的一個態度 傳給妳們的孩子 應該也有吧 有 所以他們會像這個部分 應該也有吧 知道媽媽讀書沒那麼容易 輪得到妳們該讀的時候 就要好好讀對不對 對 我當然跟她講 滿子的童年 有些事情不是她能夠決定的 但是總是要順應著 當時候的環境去接受 那這樣子的一個順應 跟她的一些堅持跟好奇 會為她未來的人生 產生什麼樣子的一個變化 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 我們的加油滿子 感恩滿子師姐今天就說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 媽媽的精神是 女人要自己有經濟能力 即使我賣菜我這麼辛苦 然後從頭開始學 其實媽媽無形之中 真的對小孩就是影響到 尤其是對還 那個時候還年紀還小得滿直 英文文化 年紀還小得滿直